我覺得好像還不夠 我希望再多一點年齡好了 年齡男生女生 不同的那個年齡層會不會有不同的喜好 那 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什麼 你乾脆就是什麼 再把那個年齡部分 把它 放在哪裡呢 性別部分放在 這個 報表篩選 這樣可以切 男生 女生按確定 這個是女生的 再按一下男生的 OK 如果你是那個2010以前的版本 大概這個方法OK 那如果你是新版的 我建議還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用那種插入 這個 這個可以拿掉 如果你有用那個 就是 插入什麼交叉分析篩選器的話 那剛剛那個方法你就可以不要用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 性別 打個勾 按確定 那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如果你點女生 一樣女生出來 點男生 男生出來 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就把那個篩選器 關閉掉就可以了 OK 這樣感覺會 而且 這個插入交叉分析器 好處就是說 它不只一個 而且它面板可以再縮放一下 比如說你這個面板 它底下有留那麼多空間 你要把它縮小 感覺有點像 可以讓你做一個 網頁的感覺 放在旁邊 另外顏色 假如你不喜歡 你可以變更 這邊可以換成別的顏色 換這樣子 顏色可以變更 不過這個我覺得顏色倒其次 這個 主要是 嚴選功能 另外 那個剛剛的方式 像這邊 報表篩選 只能放 一個 如果要放第二個 好像 把那個年齡 應該是 性別 如果你要放兩個的話 教育程度 也可以 三個 但這個方法之外 如果我要 放那個 交叉分析器 其實這邊一樣可以放兩個 比如說我今天 除了性別之外 教育程度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 在這個地方 在 插入交叉分析器 把那個什麼 教育程度 打勾按確定 它一個面板出來了 把它移過來 特別注意 你可以排整齊 所以你可以 把它縮小一點點 拉上來一點點 然後 然後 假設我今天希望看大專程度 大專程度 大專以上 高中 國中 另外面板的顏色 你可以再把它重新設定一下 這個顏色的話 這樣的顏色 深色等等 OK 最後的話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 有點像 太多餘了 比如說我大概知道了 我要把它刪除的話 我剛剛有講過了 你點選它之後 按Delete 它就刪掉了 面板可以好幾個 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的欄位數很多 然後你要交叉分析的東西 非常多 那你就可以再多幾個欄 多幾個這種交叉分析 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有時候我做完之後 可是我還想知道說有沒有什麼變因 可能會造成 客戶 對於產品的選擇上面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素 所以我可以再從 多個 欄位裡面 再看到一些可能 其他的 這個可能性 OK 請各位再試試看 把那個 那個選項裡面的 插入交叉分析器 稍微熟悉一下 但是這個功能 我講過就是 僅限於 Excel的2010以後的版本 OK 那這一題大概我想就差不多 到這裡 其他有像 什麼大專以上 且 3萬塊以上的 喜歡哪一種雜誌 所以你變成說你如果 假如你要找到那一種客群的話 你就必須 教育程度篩選 然後 年收入篩選 他喜歡的東西 就出現 OK 那請各位也許針對這些問題 可以去做 練習 年收入 好那我們 休息一下 待會的話就是要 最後還有一題 今天大概就講三題就差不多了 好 枇杜